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会追捧的一些概念股 并且在这些概念股里面选择一个站在风口上的风险较低的投资标的 第一家公司呢就是coinbase 相信大家很多人在使用它的软件 这家公司呢是数字货币交易所 既具备了数字货币的属性 同时呢又具备了稳定交易所的一些特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GoMess或者在任何平台券商交易 每笔交易呢都会要给交易所贡献收益费 所以呢不管比特币价格上涨还是下跌 对于数字货币交易所来讲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只要有客户来 那么它就有利润产生 在2023年的整个coinbase的交易量 大概是超过了5000亿美金 并且持续上升 优服数量呢也超过了千万 手续费呢大概占整个公司收入到80% 所以说交易产品和活跃度 基本上能够支撑这家公司的市值 那么未来如果是投入进来的数字货币和参与者越来越多 资金越来越多 对于这家交易所未来的体量扩增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说未来呢只要数字货币这个市场持续活跃着 这家公司的股价呢就会持续稳定 或者说跟随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值增加而上涨 那么第二家公司呢是超微半导体 它是AI加比特币的属性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里面买比特币最多的这个公司之一 当然有很多公司呢 它现在有买卖的比较频繁 它呢是拥有大概呢 75亿美元的比特币啊 是指平均的购买成本的是三万五千多美金 到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翻倍了 这家公司也是专注于人工智能开发和驱动的一家企业 做这个分析软件服务的 当然它拥有这么多的比特币也就导致了 比特币价格上涨的这家公司的价格也最终上涨 相比我们直接去购买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所承受的那种风险 包括可能被骗啊 钱包丢掉啊 记不住这个密码啊等等 这些情况呢在一级啊 或者说传统二级股票市场里面都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说呢一些年长的投资者呢 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上市公司 那么比起直接购买比特币 我觉得超级半导体呢 它手握着这么多数量的比特币啊 接近百亿美金价值的 已经是一个大庄家 而且我们自己去炒 还不如把钱呢 交给大庄家的公司啊 作为他们的股东参与进来 享受这个长期的回报 第三家公司呢 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 是右矿啊 PDM 帕拉丁 这家公司呢是专注右矿生产的 那么在2022年呢 全球右矿的产量呢 仅能够满足全球需求的74% 以这一数字告诉我们啊 就像我们买房子 买房的人呢 比卖房的人多啊 那么这个短缺的数量呢 是26% 那么跟右矿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这个房价 这种会大幅度上涨 同时对于右价也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AI产能非常巨大 对电的需求也非常大 传统的这些用电呢 已经不能够满足AI 对于电能的消耗 所以说呢 在中长期右矿的需求呢 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大家最后回到 最能够提供快速能源的 就是核能了 包括欧洲啊 美国啊 东南亚啊 中国啊 现在都重新回到了 核能发电站的领域里面 那么对于右矿的需求呢 会持续走高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 推到的这个逻辑啊 我们要看到 既在封口的投资标的 同时呢 又在这个封口里面相对 比较处于一个安全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在中长期 给大家的投资逻辑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方法和策略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比较感兴趣 欢迎点赞 收藏 转发 谢谢 谢谢